我 我是我的影片的粉 我做得很努力 我看了我 我看不见 我已经离开了 我已经离开了 我已经嫌疼了 我不是 那为什么这么 你太过了 我已经过了 明台词的赛马娘第三季 最后开播前 被给予厚望的名门之后 原创种子选手 这一季的赛马娘 只能说 完全就是个四不像 人设突出一个 比赛突出一个 台词突出一个 剧本更是强行复刻第二季 没有起伏 恩造起伏 一路看起来 你感觉北黑就是 主角那么生猛的原刑马 愣是让这剧本拍的 感受不到丝毫的统治力 我第一次觉得他帅 竟然是在最终化的过场时 这早干嘛去了 以至于当那个 你巅峰期过了 的名场面出来时 我第一反应是 啊 你还有过巅峰期啊 说起来巅峰期过了 这个句式也是真的万能啊 你不管多夸张的展开 只要加上这句话 就自带一股 英雄耻慕的王霸之气 会赢的 你才是挑战者 没能让索能大人进行 真是对不起 可恶我视频真的做不出来了 啊我宣布跟完这个视频 就转移到梦之杯直播区 继续我新的人生 而有意思的是 本期很多开播时 口碑还不错的清翻 也出现了过巅峰期的情况 比如香格里拉边境 画面表现还是不错的 对主角开放游戏的描写也很扎实 但可能过于扎实了 甚至都有点缓慢了 每次更新看似24分钟 实际上你点开它 就这么点信息量啊 所以推荐这篇还是囤着一口气看吧 同样主打动作要素的不死不幸 则是在作画上过了巅峰期 开局有着惊艳的战斗表现 中间也有大戏神回 但后面终究还是没法维持 这种高水准的制作 反倒是隔壁从一开始就很穷的 瘦龙人拉格纳 没有人对他抱有期待 却慢慢熟人生巧 做出了沙沙沙沙沙的狂气 同样没人期待的 还有神选 一部3D原创大逃杀 一开始觉得这个3D啥玩意儿 而且总觉得男主规规的 但后来习惯之后 竟然越看越带感 甚至开始期待第二季 《龟门》 当然本季也有些作品 是真正做到了 巅峰期结束了吗 还没开始呢 葬送的福利莲 伟大无须多言 本季真正意义上 自始至终维持超高质量的准神作 除开已经夸了太多次的剧情外 动画给我最大的惊喜 是他们没有局限于 做一部取高贺寡的小众文艺片 而是想方设法 用充满诚意的制作 和近乎霸道的作画 为我们带来了一轮又一轮 叹为观止的硬实力轰炸 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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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方 过去 这方 真帅 修特尔科大战武器大师 更是我今年最喜欢的大戏 而且不仅有武打戏 还有舞蹈戏 而且不仅有武打戏 还有舞蹈戏 而除了福利莲 《药物少女》的《尼南》 也是本季一部发挥稳定的佳作 当然寿组面肯定要窄很多 一是你得自己先能找到地方看 二是熟悉的中华宫廷风 也容易让人产生意大利人吃波罗披萨的欢乐鼓效应 每个人不得信口雌黄 全群一块儿家是一族气势 若有半句虚言 全足无后而终 实际上的后宫戏 外表看来像小孩 头脑却如大人般聪明 他的名字正名侦探 妈妈 真相只有一个 找到了 我知道他用的手法了 我的喜欢 但是没有关系 本季还有一部真正的后宫动画 超超超超喜欢你的一百个女朋友 之《恋超人传奇》 一刻没有为女主们的攻略感到满足 立刻感到战场的是 但这里是恋超人的片场 一刻没有为妈妈的攻略感到悲伤 立刻感到战场的是 而除了这些正向巅峰外 本季当然还有一些 反向巅峰 比如 讲道理 我本来是不太支持 把一些动画公司过分标签化的 毕竟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风潮 人家A1都有过惨遭动画化的时期 但是你P9 今年的前科也太多了点吧 这其中最夸张的是大小姐与看门狗 这其中最夸张的是大小姐与看门狗 哎 没有一个像人的 这是人的想象力 这是人的想象力 98bit的感动 不过虽然这样吐槽她 但真让16bit跟赛马娘哭诉一下 不不不不 没能让观众大人满足 那我估计马娘还得回她一句 没错相较之下她们俩其实真的还算有可取之处 因为本季真正真正让我破防的原创大份 我还没讲呢 我们的余色协议 十月最最最让我发疯的动画 首先她的电竞部分有多煞比 无需多延 只见最终决赛6比6的赛点 双方各自身最后一人 男主和对手相视一笑 开始战装对马 What the fuck 好厚的雪 但抛开烂透的电竞戏不谈 播出中途她却是在感情戏上 一度带给我们意料不到的快感 这是天降 职业是偶像 还是男主的赛博老乡 四连多年不敢道出真相 为了抑制四春期的渴望 偷偷把她的头像PS在自己的身旁 但即使如此 还是触发了修罗场 这是青梅 职业是JK 对男主观照入微 明明是先来的前辈 却被频繁偷家汗流浃背 为了有所作为 她去巴结男主的妹妹 但这位才是最大的地雷 这是妹妹本作最重力的人物 喜欢偷钻男主的被褥 偷拍男主的美图 偷烧男主的说明书 偷穿男主的衣服 偷偷拍男主 然而这还没完 这篇甚至还有个男童 偷偷赤身裸提 开合男主的隐私 还嚷嚷要和他度过浓厉的人生 最糟的是这段男主被男童吓回家后 发现摔倒在地的妹妹 然后本片就来了一段极其诡异的演出 这迷幻的分镜 昏暗的浴室 朦胧的雾气 这 这是什么意思呀 这是要干什么呀 现在你懂了吧 虽然这篇非常非常烂 不推荐任何人观看 但仅限那一季周里 他就是十月最无法预测的命运跳台 HAPPY GRADUATION SWEETY I CAN'T BELIEVE YOU GOT ME THIS CAR AMAZING Status update BEST DAY OF MY LIFE I'M CALLING GRANDMA Grandma Should we tell him? No, let him tie her out first Joker Check out my sweet ride How can you jog when you can drive You don't marry me right now So marrying you right now We're getting married This is the best day of my life BEST GAME EVER BEST GAME BEST GAME BEST GAME 然后最后一集 饺子饺子饺子 小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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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臭的面具 戴在脸上 真实 真实 真的好开心啊 江道良 我不是不能接受包饺子 关键是你这个饺子 他妈的没馅儿啊 前面那么多伏笔 男主妈妈的伏笔 偶像事业的伏笔 青梅心意的伏笔 网友相认的伏笔 最后什么都没用上 我 我甚至其实都做好了 吃饺子的准备 结果这篇最后一集 先为我吃二十分钟的电竞 爸爸 然后到最后两分钟 两分钟啊 才给我外卖了一份饺子瓶 反正这这都算完了 这根本就不是烂围 这是太监 这是诈骗啊 Curry 你打开 烂团 是出裁 打开 不然我感到你 不然我感到的 不然我,不然我感到 不管我、試圖 不然我。不可能我 不可能我,不可能我